结合自动执法系统AES和交通安全扣分制Kajara的自动安全省觉系统AWAS 本月15号开始执法 上路五天来方间疑问多多 更有人担心这种扣分于无形的执法方式 可能会出现唯利一次罚两次的乌龙 交通部长拿到这里料钟来触情民众 不要担心双重惩罚问题 不要混乱与警官和警官的执法 因为它们有关于执法 我们的执法 我们现在要执法 我们的执法 没有执法 因为这些执法 我们能够拧续和把执法 廖中来今天推介 巴生河流域电动火车地阶段提升计划 这项计划筹备4年 耗资1亿4千万利级 位于万脑通往沙勒秀全长42公里的铁轨上 廖中来表示 新系统贯穿巴生谷所有铁路后 能够缩短一半的等车时间 泡新闻张宇柔报道